原住民保留地进发补偿申请作业 即日起开始受理了 旋律相公所每天都会受理农民们前来登记的作业 而申请截止日到4月30号为止 也请农民们把握机会 明年就在原住民保留地进发补助申请作业 即日起开始办理了 为了让这项政策能够顺利办理 旋律相公所从3月份前往各村进行受理的作业 旋律相公所农业经济科客员吴敬华表示 如果农民们错过各村受理的时间 农民们可以前往旋律相公所前来申请办理 我们旋律相110年度的经法补偿时间受理时程 是在我们的3月2号开始都准备下乡 到各村办公处去受理申请作业 长期的部分因为从崇光同门文览的民众 就是因为地形偏远嘛 那我们为了就是服务民众不要周车劳顿 我们在2月10号开始 每周的礼拜四都会在文览村办公处受理民众的健保补偿作业 就不用到公所来了 那这段期间呢我们安排3月2号到3月15号 各村的那个行程表都有都有附在那个官网上 那除了3月15号过后呢民众还是可以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公所来受理受理那个健保补偿作业 一直到4月30号截止 健保补助执行的第六年主要是以上个三地乡 修林乡万龙乡和卓西乡的乡亲 在上上由云村保留地申请的 原序2019年的政策是用范围纳入都市计划区 国家公园水源特定区等受限制使用的云村保留地 全国估计将增加5000人受惠 由于过去许多被化为林业用地的保留地 被限制开发 不少卓民觉得损失 再加上政府关于的优因不大 以至于还是有不少的开垢利用 出发的状况已实有所闻 独运政府提高进发补助 以扩大范围的办理来优因农民们 主要们配合造人业也相当的高 新闻想到我们会表示 六年来为国土水源涵养 二氧化碳吸醇 防止土石流失等产生的进行效应 约322亿元 也就是说政府付出了相当低的成本 创造出数倍的经济效应 民众保留地经济补助计划 除了守护国土 也提供在地部落主要们的救援机会 是兼具部落传统智慧 以及生态保育永续的重要概念 记得喜欢小伙伴们 解决 解决 解决